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望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 十五六岁的孩子 这时候正需要父母的引导 为什么今天我会讲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这两天 已经连续有几个小朋友来找我 就是说 之前有一个十六岁的 也是十六岁十五岁小姑娘 今天呢有一个十五六岁的一个小男孩 他们都是刚刚来移民澳洲 然后呢就是说会问我一些问题 然后一开始我不知道他们多大 我就知道他们很小 然后聊起了天来之后 才知道和我女儿同岁 那其实说实在的 我听到之后我有点挺心疼的 因为我之前就会和他聊起来嘛 我说之前有个小女孩也找我呀 也是谈关于学校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呀 那来到新的环境怎么要适应啊 我说那个女孩刚来一年 然后就小男孩说 小男孩说 我刚刚才来了半年 蛮可爱的小男孩 我说 我说现在的孩子好不一样啊 他们竟然懂得自己在网上求救 就是在网上自己找 他会找到我这里来 然后问一望 我有困扰 我有困扰 我该怎么怎么办 那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青少年时期的孩子 容易学坏啊 因为如果他在他们 在他们这个年龄段呢 他们是正渴望知识 很多好奇心 心中很多不解的同时 他会向外求救 那如果你父母 给不到他一个很好的解释 或者是父母忙的 根本没有时间理他们的话 他们会向外去寻找答案 那非常庆幸的是呢 他们找到的是我 他们来到的是我的身边 那我跟他说 我说以后有什么事情 尽管给我留言 我来给你们去 就是解答一些问题啊 解答一些困扰啊 当然孩子 我肯定是不会收他们钱的了 我是当时 当我听到他们 才和我女儿同岁的时候 我心里边就 就是蛮心疼他们的 因为这么小 而且没有身边没有人陪 他自己来到澳洲读书的 没有人陪读 我觉得这父母真的够心大的啊 其实虽然说 有的父母是啊 我想让孩子出来 特别是男孩子出来 历练一下 可是你哪怕是电话远扬都好 孩子如果有心事 都没有人可以去诉说 那他们你叫他们怎么样 让他们怎么去 自己去平衡这个心态啊 然后如果一旦困到了 学到了不好的人 认识了不好的朋友 怎么办啊 而且就说 其实说实在的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我之前拍过一个视频 就是孩子如果没有准备好 父母不要把他们送出来 当然来找到我的这两位 这两个小朋友 我说你将来绝对是好样的 因为当他有困扰 有不解的时候 他懂得去寻找答案 他懂得去求救 他懂得去找一个对的人 去问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心智上面呢 还是蛮成熟的 还是不错 我挺欣慰的 我觉得他们能找到我这边来 但是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拍这视频呢 我希望告诉所有的家长们 十五六岁的孩子 其实这个时候 真的是非常需要 父母的理解 然后呢 他们很多好奇心 很多不解 很多 无法解释的 或者很多 比较害羞的东西 像男孩女孩啊 关于性方面呢 很多问题都在嘴边 可能这个时候 如果父母的思维 思想不是open的 不是打开式的 解答的话呢 他们会自己去找答案 自己去到外边找答案 所以我觉得 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沟通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这个阶段 那有些时候都是 哎呀 青少年叛逆期 其实这不是叛逆期 而是他们长大了 他们开始有 自己独立的思维 思考方式 懂得辨别 是非 懂得开始知道 有些东西 不是光爸爸妈妈讲的 这个世界 外边还有更大的世界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没有好好的 把孩子教好的话 你不教 他自然会找人 去找到答案 所以 那我借助这个视频 希望如果有十六 十五六岁的小观众啊 他们一来说 是我的粉丝啊 就这些女孩子说 是我的粉丝 我好兴奋 好开心啊 那就表示 真的是我的视频 是适合所有的年龄段的 那我觉得这里 想跟大家说的是 对于小孩子 来到澳洲 像今天是个小男孩 他就说 关于也是朋友之间 友情之间发生的事情 那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说 之前呢 我有说过 在海外交朋友呢 不要像国内这样交朋友 不要抓死一个不放啊 多交几个 而且呢 心不要太忘礼 放感情 陪你吃吃饭的一个 陪你打球的一个 陪你玩游戏的一个 把自己的朋友圈呢 设得广一点 如果有哪位朋友 没空陪你玩呢 你可以找另外一个朋友 对不对 不要抓死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 就是因为可能 你在海外比较孤单 有时候会很无助 可能更渴望有一个朋友 可是偏偏是那种 死死抓住 对方的这种感觉 会让对方透不过气 会让对方感觉 想要逃走 所以我跟着男孩说 我说 哎 我们心要大一点 脸皮厚一点 如果他们不找你玩了 那你找他们玩去啊 是不是 其实我之前说过 人际关系呢 其实非常简单 那就是 你不来 我去啊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那如果有什么误会 有什么不开心的 那我去道个歉 我们大家说明白 不就好了吗 其实人际关系呢 就在于 谁先走这一步 那当然 有些时候 走这一步的时候 不要觉得 哎呀 我是第三下四的 我是求着要去走别人的 那就表示 你其实本身的自身 是一个自卑的心态 那你这个样子 越是这样 别人越不喜欢你 就像我前两天 又辅导的一个小女孩 她呢 就说内心就很自卑嘛 然后我就跟她说的是 我说 其实 一个弱者 不表示你要是自卑的 不表示你是错的 不表示你是无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一个 人际关系里边 它都是有强 有弱有高有低的 而他们就是要有各自的位置 比方说 一个非常好的聆听者 如果没有大家 没有观众 我就是什么也不是 对不对 那同样的 一个很棒 很聪明的女人 她身边可能就需要一个 很崇拜她 或者说 喜欢聆听她 甚至久不久 给她一点赞赏的好朋友 当然首先你要摆清楚 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你是属于很棒的演说家呢 还是属于那种 比较静静的观察者 聆听者 那首先你要明白的一点是 你不是无能 而是你同样也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和他是平等的 你是你同样需要一个非常外向 能演说 喜欢带你去玩的一个朋友 同样的他也需要一个陪伴 一个懂得聆听的观众 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可以接受自己 你身后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缺点 强者有强者的位置 弱者有弱者的位置 你们俩是公平交往的 那这个人只要他愿意和你交朋友 那就必定你身后有一些东西 是他需要的 当然如果有些人 为什么交着交着就走了 就不想和我交朋友了 我是把人得罪了 什么的 那这个时候呢 确实应该反思 但是很多人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会把自责和难过和悲伤 放在解决事情之前 所以他光忙着去自责和自卑了 他根本就没有仔细的去思考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的行为到底哪一些不合适对方了 还是我和他的性格 哪里产生了误会了 我应该怎么样做 才可以在这个圈子里边 做的恰到好处啊 我怎么样做 才能让自己进步啊 这才是当事情发生以后 你应该思考的东西 而不是 哎呀都是我的错 你看我多无能 你看我又没用了 我又把人家给得罪了 怎么样 这些就是情绪 而这些东西 唯一的作用就是阻挡你成长 所以我在这里 跟所有的小朋友们说的也是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先不要急着难过和悲伤 我们先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然后尝试着找到答案去解决 还有之前我说的 人际关系非常简单 只要你不断 你就可以继续和他来往 也就是说 人家如果躲你了 你脸皮厚厚的 那就找他呀 是不是 当然 也有可能别人不是在躲你 可能别人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刻 他想玩别的东西 或者他认为 这个东西可能不适合你玩 所以他就找了另外一个朋友 那你可以找到一个你们俩都舒服的东西 然后俩一起玩都可以对不对 只要你不执着 这个感情就不会断 而且没有人说是 哎呀我不想多个朋友 每个人都想多一个朋友 但是都希望多一个比较舒服的朋友 而不是扯着他 你不行 你一定要和我玩 不行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要不然就说 哎呀 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这样的人 你自己想一下 你的这种行为 你就让人很不舒服了 所以当你让人不舒服的时候 别人就会逃离 那很简单呢 你怎么想让别人舒服呢 那你想想 你不做这些行为 你就会让人舒服 对不对 你和大家伙就是吃喝玩乐 开开心心的 要么就一起读书 一起打球 开开心心的 谁不愿意和一个开开心心的人 交朋友呢 对不对 所以其实人际关系里边 如果你能想通了 你自己想一下 你喜欢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那你就想一下 你自己应该怎么样做 别人才能喜欢你 非常简单 其实交朋友 人际关系都非常的简单 唯一不简单的就是 有的人他钻牛角尖 有的人认为 我就要做我自己的同事 他还要让别人去迁就他 然后还要让和别人交朋友 但是不可能的 朋友之间 不管再好的有 他们之间必定是有一些 大家互相需要的东西 而如果你给不到对方 或者说对方感觉很不舒服了 他就会走开 而这个里边没有对错 只是说 适不适应 适不适合 有时候聊不来 他就是聊不来 不是说你硬扯着 不要离开我呀 怎么怎么样 就可以解决的 不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那还有一点 我跟大家说的是 你这样的朋友交不到 你可以再交别的朋友 你这里找不到朋友 你可以在别的地方找朋友 其实是很容易的 你说我找不到朋友 我很难接触朋友 那是因为你内向 那是因为你脸皮不够厚 那是因为你总是想太多 因为你一想太多 你就不敢前进 你就不敢跟别人say hello 你就不敢跟大大方方的跟别人说 我们一起去吃饭了 对不对 那我以前 其实我的性格 有时候也是比较内向一点 大家不相信吧 其实我以前是内向的 但是呢 我接触一些朋友之后呢 我就发现 他就很自然的 大江和陌生人打招呼啊 然后有空饮茶了 就这样 就是很大大咧咧的 然后又很好爽的 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喜欢他 那我以前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 我觉得你跟陌生人说这样 打招呼 会给别人带来困扰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这样感觉 所以我从来不会 就是觉得太去麻烦 别人 或者说 这么大大咧的和别人打经常打招呼 但是 我通过这个朋友之后呢 我就会发现 原来你对陌生人的一个微笑 一个招呼 一个让座 或者一个小帮忙 对方会很感恩 而且别人愿意和你交朋友 其实交朋友很简单 那像我以前 可能我什么都不懂 我朋友很少 但是慢慢等我理解 透了这个人际关系以后 我现在的朋友是全世界 全世界每一种人都可以和我做朋友 但是我的朋友里边分12345不同的层次的 每一个人和我的关系都不错 但是有近有远 所以呢 在这里的这个短短的视频呢 就是讲给这些小朋友们 讲给你们听 其实人际关系呢 不要想的太复杂 然后不要把心思放的太里边 感情放的太深 因为特别是在海外啊 在澳洲 人之间的流动特别特别的快 你一个人可能你刚刚感情放进去了 很好很好 忽然间转学校了 忽然间搬家了 忽然间就变换了 这是我曾经受过伤的一个点 所以我建议你们的是 就不要把自己的感情 专注在一个人的身上 而是多找几个伴 多一块玩 然后用时间来证明 哪一个适合和你做长久的朋友 不要一上来就抓住一个死 抓死一个不放 而且你这种 这种紧紧的抓住对方的这种感觉 会让人透不过气来 别人会想要逃走 所以 给自己一点时间 你特别是在一个新环境底下 你并没有摸清楚对方的交友的方式 所以 给自己一点时间 也给对方一点时间 我相信每个人的性格里边 他都有吸引人的一个部分 所以 你不需要刻意的做些什么 你只要做自己 但是 这个做自己的是 不再不影响到他人 让对方很舒服的情况底下 做自己 这样的话 我保证你身边会朋友不断 会排队过来找你的 特别是男孩子 男孩子更要放一点 豪爽一点 有些时候 可能你会想多 也可能会觉得 他是不是怎样怎样了 难免的 一个人在外边有时候会想多 但是 有些时候 你就算想多了 也要把自己放下 就说 算了没关系 或者是 表露出来的爽朗一点 因为 没有人喜欢 小心眼的朋友 没有人喜欢 总是 疑心病重 没有人喜欢 总是想多多的朋友 所以 但是 每个人都有疑心病 每个人都会想多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 我们要 心里要知道 这种样子 别人不喜欢 或者说 这种样子 别人会 会给别人带来困扰 但你就很难 和别人融入到一起 那我们就知道 OK 我心中有数就好 这个人 我是怎么样去想他的 我怀疑他什么 那我可以 我还是可以和他好朋友 然后我可以靠时间 靠事实 来证明 我的判断力 到底对不对 所以 其实在交友过程当中 并不是说 你要判断这个人 好还是坏 而是 你可以通过 自己的判断力 来证实 你这个人 判断力 好与坏 你自己的判断力 是不是很准 然后呢 你就会知道 什么样的朋友 摆在什么样的位置 我应该 以什么样的方式 和他交往 这样的话呢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就会很有分寸 很知道 进退的 去来处理 这些人际关系了 那其实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 他们这时候 刚刚就是开始 建立友情 甚至开始建立爱情 建立男女朋友之间的 这个时间段了 就小长男孩说 他们在一起 经常谈论女生 我说你不喜欢谈论吗 他说我喜欢谈论政治和历史 我觉得太可爱了 真的太可爱了 所以呢 我就说 有些父母说 哎呀 我不许孩子谈恋爱 不许这时候谈男女朋友 这些东西是 他们到了这个年龄 身体成熟了 他们肯定会讨论的东西 不是说我们阻止他 他就不讨论的 你还不如由父母 或者是 借由一些正确的方法 给他们正确的指导 让他们不要走歪路更好 如果你不教 自然有人帮你教 他们自然而然会在网上 找到答案 找到他们想要指导的答案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一定随着他们的年龄的成长 我们一定要心要打开 虽然有些时候 可能有些小吃惊 孩子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心理承受能力 要变强 的同时 一定要给到他们足够的答案 和足够的信息量 他们才不会到外边去寻找 寻求答案 那当然了 我在这里说的是对父母说的话 那些十几岁的小朋友呢 我希望欢迎你们来找我 如果有什么问题 当然你们肯定是 有些不好意思跟父母说了 或者父母太忙了 没有关系来找我 我可以和你们聊天 讲解一下 反正我平时经常和我女儿讲 我女儿都听烦了 所以没有关系 那特别是在海外 遇到任何困难 一定要记住 自己首先先保护好自己 特别是自己的情绪方面 因为这个时候呢 很容易不懂得怎么调解 给自己找到出口 然后不懂得就问 而且我也相信你们 十五六岁了 有了 已经有了好的判断力 知道什么对什么错 所以尽量去找一些 正确的方法和方式 来寻求你们想要的答案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还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